你这昨天晚上去偷东西了? 我想了一下,还是和你昨天想的那样,将宅子买了吧,这样我们也能宽敞一点,支里呢,也确实是个大姑娘了,再和弟弟挤在一起,确实是不方便。 乔锦文不可置信地看着沈渊,只是一夜的时间,怎么就想通了,还记得昨天那表情是拒绝的,而且话没有说出来的感觉。 你怎么了,生病了? 乔锦文说完,将手洗干净,贴在她的额头上,感受着体温,没有发现一丝一痒,这才放下心来。 别闹了,昨天确实是我没有想清楚,可是我想了一夜,才最终发现,家里现在最缺的,就是能够宽敞睡觉的宅子。 乔锦文,这段时间,实在是太谢谢你了,每天辛辛苦苦地操持家务,并且还要赚钱,就是家里买宅子的钱,都是你挣的,我是不是很没用啊? 原本起来准备洗漱的慕容卿,听到男人如此肉麻的话,当即脚步一转,重新回到房间里。 你说什么傻话呢?这个家,我们都有份,别忘了,在我头脑不清楚的时候,是你一个人在家里,里里外外地忙活,而我呢,完全就是个混蛋。 那段时间,我真的,要跟你说句抱歉。 此时,正是洗白的好机会,乔锦文可得抓住了,赶紧来道歉,直说得沈渊,愧疚万分。 沈渊,我们就这样在一起,好好地过日子吧。 沈渊还有一肚子话都没有说完,就被两个孩子冲进来,给打乱了,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,眼睛里都是爱意。 娘,今天我们早上吃什么呀?哇,是烙大饼吗? 乔锦文做得最好吃的,就是大饼了,对于沈志书来说,简直就是这世间最美的食物了。 香酥酥的脆脆的大饼,一顿能吃三块,要不是家里人拦着,估计能吃到肚皮炸开为止。 香酥的脆脆脆